如果重生到奥特曼的世界里,在哪支防卫队里最好过? 众所阿威粉周知,防卫队这一元素,在奥特曼的世界观里,一直是相当重要的组成部分。 那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想过,如果穿越到奥特曼的世界里,去防卫队里混个一官半职的话,又会有怎样的体验呢? 毕竟防卫队不仅个个都很拉风,甚至还有机会开始炫酷的战斗机与破坏城市的怪兽作战。 如果不考虑安全问题,那简直就是最酷的职业之一了。 当然,也不是所有防卫队都有着如此高的吸引力。 要是重生到麦克队,那就得马上准备下一次重生了。本期阿威,就来和各位分析一下,如果重生到奥特曼的世界里,哪支防卫队最适合加入? 前排提醒,本期视频咱们只讨论TV中登场过的防卫队,并且不包括海外奥,像是仔阿斯的麦杜,葛雷的UMA等几支防卫队,咱就不参与讨论了。 并且本期视频,依旧会存在大量的主观想法,内容仅供参考。首先在这么多防卫军的队伍里,咱得先把那些工作环境一拖的给筛选掉。 对,麦克队和塔克队,说的就是你俩。就这两支队伍,简直狗看了都摇头,一个纯纯嗨的送,不仅没有一个有效人头,甚至还是唯一一致被团灭的队伍。 另一个主打的就是,一个内部冲突,阿威看的时候都在纳闷,这支队伍到底有没有关队有伤害? 当然,这还不是两支队伍最大的问题。咱们先来说塔克队。塔克队的公信力,可以说是出了名的场,几乎是个小老百姓,都可以对塔克队蹬鼻子上脸。 例如什么态度强硬的女记者,刚死了哥哥的小朋友,还有北斗的六弟等等等等,很难想象,这一支毫无民心的队伍,到底是怎么进行工作的。 当然,也不排除艾斯世界观里的人类,本来就有点刁满,毕竟在表面人入侵的时候,这帮人吃饱了没事干,甚至还想着交出艾斯,别提有多逆天了。 他队真没用,你们当时就应该把艾斯交给超兽,超兽满意不就没事了吗? 然后我们再看麦克队,麦克队最大的弊端,就是他的队长更年期的助兴团。要是你真的加入麦克队,你就会发现,这个所谓的队长,心思压根就不在一般队员的身上。 在你们拼命对抗怪兽的时候,队长指不定还在给凤云开小葬,因此就算不算上团面那回,麦克队的死伤率也依然是所有队伍里最高的,要真是摊上了这么个队长,那就有你受的了。 而除了这么两个卧龙凤厨之外,夜袭队,阿维也不见一个委屈,虽然装备确实固选,而且还有很大机会成为奥特曼,但是风险太大了。 更何况,高层还不太当人,咱还是能别去就别去了,还玩了不见一去的队伍,接下来咱们再来看看那些,可以去试一试的防御区,其实绝大部分的防御区都在这个层级了。 科特队,奥特警备队,赛特队,UGM,胜利队,超级胜利队,XRG,金胜利队,队分队,基本上都属于这一块,咱就稍微挑几个例子。 首先就是奥特警备队,拥有着奥特曼系列中,属一属二的科技,队员之间的关系也算是融洽,而且和民众的联系也较为紧密,绝对算得上是相当优秀的队伍了。 如果这一点,倒也不用特别担心,毕竟队伍里的青春满气也,还是十分关心队友的。 还有一点不好的就是,军事化较为严重,如果想要追求,轻松一点的工作氛围,这里也是不太适合的选择,类似的还有MAT队,也是有着较为军事化的管理。 甚至相比于奥特警备队的科技,可能还要倒退那么一点,但是好处就是,队员的自由时间,明显要比其他队伍多的多,有充足的时间来休息这里,还是相当不错的。 相较于两位老前辈来说,平成时代的大士队,在工作氛围上就显得轻松的做,并且科技术也十分够用,不过他们要对付的敌人,多少就练太强人所难了。 大士队就好比什么都好,偏偏副本难度太高了,有时候累死累活的,最后还是解决不了怪兽,但是即便没法自己解决,大士队也依旧给老麦,打出了相当可靠的助攻,所以还是相当不错的。 最后咱们再说一下XRG,从整体上来看,XRG都是优秀的队伍,要是基地不在天上的话,那就更好了,而且基地的安保工作也是相当的糟糕,如果安保能再做好点的话,XRG在R57目中的评分,肯定是能再上去一点,所以这些防御队,阿伟还是相当推荐的,当然,这些当中肯定还是最推荐科的队和胜利队,不过前提是,咱得能考上,最后这几只防御军,就在一众防御队里,阿伟最推荐的防御军了,进一局之后,不仅是工作轻松,队友关系和目,而且安全系数也是 一等一的高,这几只队伍,就是Saturday,Gas队,UPG和XRG了,首先是Saturday,这只队伍的待遇,简直好得有点离谱,不仅拥有许多假期,甚至队员之间,还会一起相约出游,并且要是对付的怪兽,和吃的沾点边,那打完一仗,甚至还能就得许猜,一回基地也就开启,简直不要太爽,并且Saturday的安全指数也是一等一的高,就光是可以飞上天的,紧急避难基地,就已经甩了那个飞天陀罗好几条街了,再加上能和光太郎和森山,这样的 帅哥美女当同时,幸福感简直拉满好吧,而Gas队和XO,主打的就是一手极高的科技术,一个是直接把宇宙人的技术,抢过来自己用,主打的就是一手顶级辅助,而另一个则是,直接雇给宇宙人开发技术,奥特曼反而就是来收个稳,简直不要太变态,并且这两只队伍的人解体,还都是名牌状态,人有事可是真上,就这种队伍,那还不得抢着去,那最后,阿伟就要向各位隆重介绍下,全奥特曼防卫队中,唯一一支,同时常驻了两位奥 并且乍眼给人感觉,就算一个拼拼凑凑凑的散装队伍,但你越仔细观察这一队伍,就越会发现,这支队伍到底有多逆天,不仅有着杰克地底人和地表人的最强科技,并且还有两位奥特曼同时坐镇,甚至这两位奥特曼还持有奥王赠予的力量,而里面的队员,也都是各领各的离谱,不是能靠意志力抵御亚迫人的精神操控,就是能肉身和古阿帝国三把手交手,甚至还有个前超级机器人驾驶员,那些个地底人机器人什么的, 都算是普通的,都有这么顶级的资源了,相比之下,少几架战斗机,完全就是不痛不痒好吧,反正就光是这两个奥特曼人间体的同事,阿伟就已经羡慕的不行了,不知道在座的各位是怎么看的,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内内容,欢迎大家指动补充,记住页,带你了解更多奥特曼。